嘿 大家好 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 我就要白乐永 然后今天我想跟你们讲一个故事 但是我讲这个故事之前 你们已经关注我一段时间的这些人 你们可能觉得 这是什么新的地方啊 所以我先解释一下 然后我再跟你们讲这个故事 我开始上班了 所以我一边上学一边上班 然后这是我学校的媒体中心 就是说如果学生 他们有任何有关电子产品的问题 或者有关科技的问题 就是那些普通的问题 电脑方面可能是写论文啊 或者弄一些课堂上的项目 就是project之类的 他们都可以来这 然后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 科技上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很棒 就是有很多可以用的设备之类的 这个房间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们的一个地方 就是有这三个灯 然后有这个相机 都是非常专业的 之前我拍视频的时候 都是用这个手机拍的 然后慢慢的更新我的一些设备 但是现在我就不用自己买了 因为有这么好的地方 然后我打算 就是我一直上学的时候 我也会在这里上班 然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所以我很期待我很兴奋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的风格的话 我也喜欢 我希望你们会喜欢 好那我跟你们讲我的故事吧 我要结婚了 你们可能不知道 你们都 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在谈恋爱 然后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因为你们 你们都 你们关注我一段时间的人 你们都看过 我在日本的时候 然后在韩国的时候 这些事情 因为我差不多在逃避这个疫情嘛 我先到了日本 然后那个疫情爆发了 然后我到了韩国 然后在韩国疫情就爆发了 之后我就回家了 回到德州 美国的德州 美国的德州了 疫情又爆发了 所以我就是一步一步的走 然后疫情就跟着我走 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如果你没有看过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我的几个视频 都还在 但是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发生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我就认识了我现在的未婚期 之前我在日本的时候 还是单身的 在韩国的时候也是单身的 回家的时候还是单身的 但是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 就是有很多的 不管是什么事情 或者是 或者是 可能是学校活动啊 或者是工作方面的 就是有很多的事情都取消 是不是 所以我的家人 突然有很多很多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聚会嘛 就是家庭聚会的那种 然后 所以我就去了 俄勒冈 俄勒冈州 就是在 美国的西北 我去那边一个星期了 然后我现在的未婚妻 当时她也来了 因为她 认识我的一些亲戚 然后她也没什么事 因为疫情 所以他们就邀请她 过来跟我们一起玩 我的未婚妻叫Stasia 所以Stasia她也在那儿 但是我不认识她 她 当然她就是我的一些亲戚的朋友之类的 但是当时我就因为疫情 就是第一次碰到她 然后我对她没有感情 不感兴趣原来 就是第一次见面我就觉得好 就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两个都是单身的 所以他们也希望可以有一些 就是我们可以觉得有意思之类的 但是 我们一直没有这样的感觉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而且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刮胡子 你们知道 你们记得那个视频吗 就是我一直在讲我的疫情的胡子 所以我特别丑 我特别难看 所以当时她也不觉得我很帅之类的 她觉得我有点看起来像一个野蛮人 所以我们彼此对彼此没有什么好意 没有什么意思 但是后来呢 因为疫情一直就是不停的发展嘛 我们原来以为这可能是几个月的事情 然后她继续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 因为我 我有一些 我的奶奶她比较老 然后就是她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想多去见她 当然我们也要非常小心 因为对老年人这个疫情就更严重了 所以我们要一边我们想见她 但是同时也不要太靠近 有这样的一个 一种 一种小心的一个方式 但是我们还是想去嘛 因为因为时间不多 要么我们等一年就没有时间了 我们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们还是去了 然后第二次去的时候 她也在 我的未婚妻 现在的未婚妻她也在 然后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聊天 然后多认识彼此 然后我们就 过了几个星期之后 我们就开始谈恋爱了 过了大概十个月 我们快要结婚了 你们可能会觉得 诶 怎么这么快呢 怎么这么奇怪呢 但是 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们觉得 这样的 她和我在一起 非常的合适 第一她也是基督徒 所以世界观 三观之类的都是一致的嘛 然后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方面 就是谈恋爱 结婚 之类的 这种爱情关系嘛 三观不一致的话 就很难 处理一些问题 所以这是第一 非常好的事情 然后性格方面 我们有很多 就是爱好方面 是有很多类似的 比如说她在 过去的三年 她一直在印尼 生活 所以她对 亚洲的一些文化 比较感兴趣 也比较认识嘛 然后她 因为她当老师嘛 她是个英语老师 然后她的所有学生 都是中国人 都是中国的孩子 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巧 因为我 当然你们都知道 我正在跟你们讲中文嘛 我也对亚洲的 然后中国的 然后其他亚洲的国家的 文化感兴趣 所以这就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 当然不是必须有的 但是很巧嘛 其实性格方面 我们很不一样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更好 因为如果我们两个 是差不多一样的人的话 可能会有更多的冲突 比如说我是个 比较冲动的人 我非常喜欢 就是有目标的 就是往着目标行 或者追求某个事情 我是非常有那种使命感 所以就是很冲动嘛 性子疾嘛 但是她她比较随和 她比较她的生活方式比较慢 而不是说她她不喜欢做什么 而是说她就是没有那么冲动 然后她她可以 她可以慢下来 然后她可以思考 然后她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做出决定 所以这样我觉得我们俩还是挺合适的 因为我们可以补充彼此的需要嘛 或者补充彼此的缺点 然后可以找到平衡嘛 就是生活上的这种平衡 我觉得很好 你们可能不想知道这么多 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是喜欢说有关她的事情嘛 就是因为我爱她嘛 不然的话我会娶她 所以我就是很高兴 很开心 我们下个月26号就要结婚 到时候我希望可以拍一些视频 婚礼的这个典礼的部分 我可能就拍不了了 因为我就是主要主要角色 我和我的我的未婚妻 所以我不能一边结婚一边拍视频 但是我希望我可以让一些人替我拍 然后我可以给你们分享一些有关我的婚礼 婚礼结束了之后 我和Stager我们就会开始旅游了 我们会花七天的时间在路上 我们要从美国的西北开车到德州 就是从西北一直到南方 会花大概七天的时间 因为我们不想太急 我们想享受在路上的一些风格之类的 所以很期待 然后我们到德州的时候 我们就要坐飞机到墨西哥 再过大概九天 花九天的时间在那边做我们的蜜月 所以我们就很期待 然后那个时候那段时间我可以拍几个视频 没有什么别的事了 好那就这样 我希望以后我可以继续用这样的地方 给你们拍视频 然后当然我在路上的时候还是会用这个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你们可以给我个三连 如果你们特别喜欢的话 那你们就关注 那就下次见 Adiós muchachos